第583章,明军打了一个大胜仗,钱富贵一听,顿时大喜。之前的阴霾一下被冲散,他都有点难以想象,明军竟然变得这么强大,能把几万蒙古人都歼灭了。这么说来,光复辽东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了。他有点激动了,立刻向群主告了个罪,从聊天群众退了出来,稍微响了一会之后,便匆匆前去找豪格了。 此时,豪格正和他的一群手下在大摆宴席,庆祝金吕大劫。太子爷,奴才就说过,就鸣狗那德行,怎么可能是我大清国的对手?这不,还真说对了? 哼哼,这还用你说,太子爷自然是知道的。想当年的时候,死在太子爷手中的鸣狗,也不知道有多少了。 豪格知道,金吕大劫的战果,是夸张了很多倍了。不过黄阿玛的意思,不就是要这个效果吗?看着他们一个个兴奋地在说着,显然确实如黄阿玛所愿,提高了不少的士气。 他也乐得高兴,跟着点头称事。其实,他不知道,荆州,吕顺那边抱上来的时候,已经有过夸张了。只是一场小冲突而已,如今就成了天大的胜利。 当然了,就豪格本身来说,他也不认为,明军有多大的能耐。真要有本事的,当初自己,从关宁前线领军回员的时候,那登来巡抚,有种别跑啊。 他们这一伙剑鲁正说得高兴,豪格就看到前夫跪在外面,正有些犹豫,要不要进来。 鬼鬼祟祟地干什么?有什么事情进来说话?豪格立刻用手一指,略微有点不满地说道。 众人一听,都安静了下来,转头看向外面,认得是太子比较看重的一名汉奴,还特意提拔他,成了外管事。 前夫跪一听,正中下怀,立刻装出有点惊慌的样子,匆匆进去,欲言又止地说道,太子爷,奴才,奴才。 吞吞吐吐地干什么?小心本太子抽你。 豪格一听,有点不满了,立刻怒喝道,虽然前夫跪是他看重的人了,但对于汉奴的厌恶,说话间还是不会给太多脸色。 前夫跪一听,就连忙回答道,奴才得到了一个消息,有关明君的,怕是不方便在这里说。 你个狗奴才,有什么事情不能在这里说的?你想避开谁? 豪格的亲信大管家,一剑,立刻怒声呵斥道。 另外一名剑卢管事听了,也马上附和道,你们汉狗就是这德行,让人恶心。 前夫跪表面保持唯唯诺诺,可心中却很是有气。 这可是,你们自找的,就别怪我了。 事实上,这样的局面,也是他刻意引导出来的。 就这些剑卢,对于汉人,有那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要引出这种局面,是很简单的事情。 豪格是知道前夫跪所说的消息,肯定是从那聊天群中听来的。 而且这么匆忙过来找自己,肯定是消息比较重要。 但他此时听手下这么一说,他的性格,又没有皇太极那么谨慎。 想着这些都是,他的亲信手下,也没什么,就大手一挥道,不要扭扭捏捏地向的娘们。 有事就痛快点说吧。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前夫跪心中想着,便躬声回答道,太子爷,奴才听到,明军在草原和林丹汉打了一仗,全歼了查哈尔布。 明军?明军打了一个大胜仗? 什么? 豪格一听,下意识地站了起来,满脸不幸地大声问道,林丹汉就完了。 以前时候,林丹汉在东部草原的时候,是大清的最大敌人之一。 虽然以大清的力量,是能打败他,可要想全歼林丹汉,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他下意识地就是不幸。 不只是他,其他剑鲁也都是不幸。 他们这些剑鲁,都是有打仗经验的人,深知全歼蒙古部族有多困难。 就他们所认识的明军,怎么都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怎么可能? 你这汉狗瞎说的吧? 对,你这汉狗,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事情? 肯定是瞎说的。 要我说,该不会是你听我大清打了圣仗? 你这汉狗嫉妒不过,就编了个假消息出来吧。 豪格和他们不同,在最初的震惊之后,他立刻就回过神来了。 他明白,以前富贵的胆小怕死,压根就不可能瞎编这么大的事情。 肯定是民国那边传开了,有人在聊天群中说这事,被他听到了。 这么想着,豪格就有点急了,丢下手中的东西,被钱富贵导。 你随本太子进来。 说完之后,他也不管其他人怎么看,就匆匆转入后堂。 钱富贵看着他们这么震惊,心中忽然感到很是痛快。 不过表面还是保持着原本的神态,低着头,匆匆跟着豪格进去了。 没过一会之后,钱富贵从后堂出来了。 这时候,这外面的剑鲁,谁还吃得尽东西,都在那议论纷纷的。 看到钱富贵出来,豪格没有影子,就有人问了,太子爷呢? 你这思说实话,是不是哗众取宠,想要引人注目而已? 对,编个瞎话也不会编,真以为俺们都没打过仗是吧? 钱富贵扫尸他们这些争鸣着脸的蛮夷,心中一声冷笑。 而后只是淡淡地说道,太子爷已经连夜进宫去面圣了。 等太子爷回来,你们可以自己去向太子爷问个清楚。 小人还有事,告辞了。 他说话的时候,现场很是安静。 等说完之后,他扬长而去没了影了,才有人回过神来,开始说话。 该不会是真的吧? 这太子爷都进宫了,肯定是真的,这明君是怎么歼灭灵丹汉的? 那至少有几万气吧? 这些人不知道详情,就猜测着战事经过。 也不知道是谁,忽然把登来巡抚所领的骑军给联系了起来。 说着说着,就把明君的战力说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把他们自己都吓到了。 豪格既然不在,他们聊了一阵,出了这么大事情,也没心情去庆祝金吕大劫。 各自带着各种心情散了,而随着他们散去,这个消息,就从太子府向外开始扩散了。 皇宫中,皇太极才刚刚喘了口气,处理了一堆证事,就听到禀告说,太子豪格有重大事情禀告。 他不由得有点好奇,马上传令召见。 第584章,对策。 一进殿门,皇太极看到豪格惊慌的样子,不由得心中微怒。 对于这个太子,他其实是不满意的。 不过他就这么一个成年儿子能用,为了皇位稳定,还是立了他为太子,想着让他多参与正事,能让他改掉以前的一些臭毛病,比如脾气暴躁,遇事急躁等等。 想到这里,他强压着心中的不满,冷声喝道,堂堂大清太子,慌成这样,成何体统。 豪格正想开口禀告,被他这么一喝,顿时憋住了。 对于皇太极,他是畏惧的,对于太子之位,他是患得患失的。 因此,一时之间,他顿时戚戚爱爱的,有点不知道怎么说,能像的太子样子了。 皇太极看在眼里,心中叹了口气。 而后淡淡地说道,说吧,从容一点,要表现出太子的意态。 是,皇阿玛。 豪格一听,答应一声,深吸一口气。 而后尽量稳着说道,而陈刚得到消息,明军和林丹汉大战,结果明军全歼了林丹汉所部。 他刚说到这里,就见皇太极一下,从玉座上站了起来,脸色变得很震惊的样子,大声喝道,什么?你再说一遍。 豪格一见,心中一愣,皇阿玛你怎么不保持皇帝的意态呢? 不过他也就只敢心中想想而已,马上回答皇太极的话,详细地转述了钱富贵告诉他的消息。 越是有军事经验的人,对于明军能歼灭林丹汉这样的战士,就越是吃惊。 皇太极是真被震惊到了,他几乎本能地不信,明军要真有这本事,又怎么可能守不住辽东? 而只能归缩在城里,又或者只是偷袭一下而已。 可是,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事都不用问,肯定是真的。 这么大的事情,谁也不可能编出来。 在豪格的注视下,他努力平复着心情,缓缓地坐回玉座上。 也不管豪格了,低着头再沉思。 难怪敖汉部要和民国暗通取款,原来是他们早已知道了这事, 害怕他们会像查哈尔部一样被明军灭掉。 皇太极第一时间便想到了这一层,觉得他一下想通了各种缘由。 还有,明军既然歼灭了林丹汉所部,那规划城附近就再无大的势力了。 也不知道那何套地区是还给顺义王呢? 还是民国自己占据了? 要是民国自己占据的话,民国的势力必将大涨,光是获得的战马数量,就难以想象了。 以后大清对上民国,压力将会很大了。 还有,这个消息传到和大清结盟的蒙古诸布尔多里,恐怕会引起非常大的震动,像敖汉部这样背弃大清的部族,恐怕会增加不少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允许出现。 再者,自己刚宣布了金与大捷,用以安抚国内。 如果这消息传开的话,恐怕之前的安抚将一点用都没有。 想到这里,皇太极再也坐不住了。 他忽然抬头看向豪格,目光阴冷地贺问道,这个消息,你是怎么知道?还有什么人知道此事? 豪格原本是想藏着钱富贵的事情不说的,此时看到皇太极的目光有点吓人,就吓到了,有点犹豫该怎么解释,才能把事情讲明白,却又不会因为说出聊天群的存在而被抹杀。 正在这时,忽然殿外传来内侍的禀告声音,说有紧急军情送达。 皇太极一听,便顾不得追问豪格,立刻传召信使入内。 让豪格没想到的是,信使送来的消息,正好是明军打赢了草原之战的消息。 从时间上来看,要比蒙古不足或之的时间点晚了一些。 皇太极一确认这个消息,便立刻传旨,让个大王公大臣觐见。 当然了,这一次因为不是涉及满洲族内部事务,因此,范文成等外人也被传召了。 一时之间,夜幕下的沈阳城内,不时有一阵阵的马蹄声急促而过,匆匆汇聚向皇宫。 不知情的人,听到这一些动静后,都有点担心,有大事发生。 皇宫内,不用说,当这个消息公布之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震惊,这些从小开始打仗的剑鲁头目,又和蒙古人打惯了交道的,自然知道,要歼灭查哈尔布是多么的难。 而且,由此引发的后果,又会有多大。 很快,在剑鲁头目们震惊之后,就商议出了几点共识,不能见诸纸面的。 第一,队内封锁消息,以后就算慢慢地再让人知道,那影响也会小很多。 否则之前颁布的一系列安抚国内的策略都会大打折扣,甚至劳而无功。 第二,对于敖汉部,基本已经可以确定其被盟。 为了震慑其他蒙古各部偷偷和民国去暗通取款,眉来眼去,必须杀意警百。 任何敢背弃大清者,一定没有好下场。 第三,八旗接派兵前往白山黑水间,加大力度掠夺野女真人口,来充实满洲族人数。 第四,派出探马,前往核套地区查探情况。 发现明军这儿不走的话,必须将其赶回关内,否则有核套在民国手中,必将如虎添翼。 第五,八旗各部整军备战,或传来核套的消息,出征核套,或冬季讨伐东江明军,都必然会有一战。 第六,大清国内战备,农事必然受到影响,因此需要传指朝鲜,要求加大粮草供应。 敢有闹事者,杀无赦! 等到深夜之后,筋疲力竭的剑鲁头目们才开始回府,而黄太极也累得不想再处理政务了。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已经在城内开始传播。 至少他们商定的第一条策略,其实在豪格匆匆出府的那一刻,就已经没用了。 黄太极坐在龙椅上,一动都不想动。 隐隐地,他有一种感觉,明军是越来越难对付了。 有时候,他真怀念以前的日子,能玩弄明军前线,将领于股掌之间,不用操心粮草不及。 只要把抢到的金银珠宝,撒给那些晋商,什么事情都能帮忙搞定了。 顺便民国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各地将领的调防,什么党派之争,也都能清清楚楚。 想归想,黄太极还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揉着发账的脑袋瓜子,又想着观您这只蓝鹿虎。 要是能敲掉这只蓝鹿虎的话,大清的局面就能打开了。 一想起这,他就想起了功成利器,一想起功成利器,他就想起了百养翠。 让他去关内买红衣大炮的,如今到底如何了? 第585章 新世 这个时候,豪格已经匆忙回到他的太子府了。 他明白,今天因为姓氏及时赶到,他的皇阿玛没有再追问下去,可之后肯定是要继续追问的。 到时候如何回答,他心中没底。 这不,他也不管别人睡没睡,一脑门地要解决这事,也不管自己的身份,亲自往前富贵所住的下院匆匆跑去。 或者,是因为他走得匆忙,来到一处拐角处的时候,忽然就听到了前面职业的两个仆人在低声说着话。 几万蒙古人,那还是在草原上,又没有什么东西拦着路。 都是猪吗?竟然不知道跑? 我也想不明白,难不成明君竟然比我大清环厉害,或者齐君比我大清环多,比查哈尔布还多,团团围住,所以蒙古人才没跑掉。 好,明君要是有这么多奇君的话,我大清怎么办? 前阵子,那登来巡抚,只是领着不到一千奇吧,就闹成了那样。 豪格一听,就知道他们肯定是知道了草原战士的事情。 他马上回想起皇太极的旨意,不由得脸色铁青。 稍微一想,也明白是自己当初失误,让前富贵当众说了出来。 更为关键的是,当时自己匆匆入宫去找皇阿玛,忘记让他们闭嘴了。 一想到这里,豪格的脑海中,就马上闪过皇太极那阴冷的目光。 顿时,他的心中一紧。 皇太极并不是很乐意他当太子,对他不太满意,这是他也能感觉出来的。 要是惹怒了皇阿玛,这太子之位。 想到这里,他有点不敢想,同时脚步不停,拐过了弯。 那两名职业的下人,一见太子爷突然出现,顿时吓了一跳,立刻打牵跪营。 豪格一脸阴沉,冷声喝道。 你们刚才在说的事情,还有谁知道? 隐约间,他期待这事还没传开,希望还能阻止扩散。 可这只夜中的艺人,脑子比较灵活,看到豪格的表情,听着他的语气,就知道不好。 连忙回答道,回太子爷,府中上下怕事都知道了。 之前下职的那些也都知道。 豪格一听,顿时气地说不出话来了。 那岂不是说,随着那些人回去,消息也跟着扩散出去了? 他想起宴席上的那些人,心中不由得有些苦涩。 如果那些人都往外说的话,是无论如何都堵不住的。 豪格想到这里,心中恼怒,立刻对跟上来的护卫说道,给他们每人十军棍,让他们学会闭嘴。 说完之后,他便不管了,大步赶往前富贵的下院。 此时,夜色已深,前富贵早已睡下了。 但豪格却无视这一切,一路闯到了前富贵所住的房门口,五刀弄枪的手拍得房门都快震散了。 吓得前富贵以为出了什么大事,连滚带爬地起来开门。 等门一开,豪格就跨步进入厢房,也不管前富贵的媳妇在床上,就对着衣冠不整的前富贵大声说道。 你得帮本太子想的主意出来,看以后怎么答复父皇。 随着豪格进入厢房,他的护卫也跟着进去,目光转动,都盯着床上,脸上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前富贵媳妇那会想到,突然一大群人闯进来,唯有躲在被窝里面,连脑袋都不敢露出来。 前富贵见此,心中异常恼火,脸都涨得通红。 他知道自己是汉人,再怎么讨好这些贱鲁。 可在这些贱鲁的心底,还是是自己如同猪狗一般,根本不会考虑自己的感受。 可此时,他必须得站出来,对豪格卑微地说道,太子爷,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能否换个地方,有什么事情? 容奴才想想,一定能想出法子来的。 豪格此时是要他出主意的,而且,这厢房内的空间也小,让他不喜欢,便转头就走,另外找个地方说话。 前富贵恭敬的请人都出去后,才关好厢房的门,匆匆跟了上去。 不一会,到了一处客厅。 其他人都被豪格赶了出去后,就对前富贵说道,本太子把消息告诉父皇后,当时父皇就问这消息从哪里来的。 你知道,不能乱说话的,否则会被抹杀。 回头父皇肯定还会问起,你帮本太子想想,该如何回答为好。 前富贵一听,心中其实早有答案,毕竟这样的事情,在他把聊天群的消息透露给豪格知道时,就肯定会有人问豪格这样的问题。 不过他却有心不马上给答案,而是好奇地问道,皇上当时为啥没再问了? 亏了有信实感道,刚好说这事,父皇才没追问这事。 豪格一听,心中后怕地带着感慨说道,前富贵听了,就立刻要求道,太子爷能否把皇宫内发生的前前后后的事情都跟奴才说下,这样奴才才能把握皇上的心意,给出一个皇上满意的回复。 豪格一听,也不宜有他,就把皇宫中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甚至为了能有个完美的回复,他事无巨细都说了一遍。 前富贵听到要听的东西,便暗暗记在了心里。 等豪格说完,一脸期待地看向他时,才恭敬地回答道,太子爷,奴才以为,可以这样答复皇上。 他给出的答复,其实很简单,就说,豪格认识到情报的重要性,就在被掠来的汉奴中,挑选了一些可靠的人,派回了官内打听消息。 最终汇总在前富贵这里这样事情都能援上,而且,以后还有什么事情,也可以用这个借口。 至于可靠的汉奴,比如像前富贵这样,感激豪格把他从汉奴提拔为管事,还赐了个漂亮的媳妇,因此对豪格死心塌地。 豪格听得满心欢喜,这个答复,父皇那边应该能解释得通,而且从父皇的习性来看,说不定,自己还能得到表扬。 不过他没高兴一会,想起那事,不由得又问道,父皇下令封锁草原战事的消息,可府中已经传开,甚至有些应该传到外面了,这可如何是好。 前富贵听了,眼珠子一转,便低声禀告道,太子爷,不如把水搅浑,让外面的人不知道,传言来自太子府,这不就结了? 第586章,真是没天理了。 豪格一听,顿时眼睛一亮。 在他看来,只要能摆脱自己的嫌疑,避免被皇太极所厌恶,那就是最好的了。 至于消息是否扩散得更快,那他就管不着了。 豪格不由地点点头,正想说话时,却听前富贵又开口了。 奴才想着,这事很重要,可不能给太子带来麻烦。 奴才本想自告奋勇地去办这事,可奴才终归是汉人出身,别人要是听到奴才说这些,估计会打死奴才。 您看。 豪格原本就是想让前富贵去办这事的,此时听他这么一说,顿时就说不出口了。 点点头道,你说得有道理,这是本太子自会找人去做,你回去歇着吧。 话说到这里,他又想起什么,便对前富贵说道,你很好,本太子回头给你抬旗,就没人会说你了。 前富贵一听,露出惊喜之色,连忙跪下谢恩。 等过了好一会后,他回答自己的乡房,躺在床上,抱着受惊的媳妇,轻轻拍着他,意识进入聊天群,向群主禀告了刚才从豪格那听来的那些消息。 而后他退出聊天群,黑暗中,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心中笑着。 你们这群剑鲁,迟早会被大明打败的,老子等着看你们再也嚣张不起来的那一天。 哼,给我抬旗,难道抬了旗,就不敌你们一等了? 前富贵想着豪格的嘴脸,不由得心中闪过一次鄙夷,就这智商,被自己一个小人物都玩弄于鼓掌之间。 哼,你们满清有这样的太子,还真是够厉害的。 等草原之战明军大盛的消息传出后,那个汉人还会死心塌地地继续给你们这些剑鲁当走狗。 否则的话,万一哪天明军再打怪怎么办? 带着鄙视之情,前富贵终于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崇祯皇帝一进入聊天群,就看到了前富贵的流言。 看到皇太极采取的一条条措施,不由得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大明刚站下河套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是塞外江南,适用于安置秦境两地灾民最好的地方。 如果要度过接下来这十几年的小冰河时期,河套地区是一定不能有失,而且还要大力发展才行。 可要是剑鲁,集结军队,攻击规划成的话,那将是最不利大明的局面。 剑鲁本身的骑军力量就很强,再加上东部蒙古诸部的盟友,大明至少在目前阶段,还没法与之在草原上野战,唯有巨城而守。 可如此一来,外无援军的情况下,能不能守住是个问题,就算守住了规划成,可规划成外面的一切,就肯定会被剑鲁破坏掉。 还有,安置过去的秦境两地灾民,还有投降大明的蒙古百姓,还有他们的牛羊,又不可能都躲进规划成,那他们的下场就不用说了。 想到这里,崇祯皇帝只能得到一个结论,绝不能让剑鲁集合军队,前去攻击河套地区。 要想达到这个效果,就只有一个办法,在辽东发起战事,拖住剑鲁,使之无法远征规划成。 有一点,崇祯皇帝是比较欣慰的。 之前布置的离剑计,原本以为不会有多大效果,可没想到,阴差阳错之下,皇太极竟然信了。 不但信了,还不给别人解释的机会,准备去图灭敖汉部。 虽然敖汉部之前有入关截掠,如果换成以往的话,做看敖汉部被他们主子灭了,也是件开心的事情。 可如今,为了继续理解蒙古诸部和剑鲁的关系,从而达到削弱剑鲁的目的,还是得做点事情才行。 另外,科尔庆族这边也是一个好消息,不过这条线先不动。 至少剑鲁认为,科尔庆族是他们最坚定的盟友,那就等到剑鲁最想不到的时候,再想法子动用这部分好了。 这么想着,崇祯皇帝立刻私聊流亡世道,传旨给孙阁老。 此时的孙承宗坐镇宁远,正在和宁远兵被到千世左应选商谈开荒种田的事情。 阁老,水师从辽东运回的汉人,原本是荆棘之地百姓的,都已经转回关内去了。 剩下还有2356人,大都是轻壮。 左应选恭敬地禀告道,下官做好了规划,计划把山海关到宁远的荒地重新开垦出来,田地物资分配情况,请阁老过目。 孙承宗听了点点头,他的精神头很不错,红光满面的。 原本以为都市观宁将会是一件非常费心费力的事情,至少在第一次都市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体验。 可没想到,这一次的都市观宁竟然是意外的轻松。 究其原因,还是皇上了不起啊。 对于剑鲁那边的情况,不再两眼一抹黑。 剑鲁有个什么动静,这边立刻一清二楚。 这种感觉,实在是前所未有。 更为关键的是,自从卢相声担任了登来巡抚后,亲至东江,前前后后给剑鲁造了很多困难。 甚至还在皇上的牵头之下,官宁和东江配合默契,狠狠地打了一个大胜仗。 这种日子,真得很舒心啊。 孙承宗如此想着,脸上带着微笑,伸手接过左英选的规划,有大把的时间细细地看着,思考着,不时问左英选一句,很是满意。 说起来,这个左英选还真是人才,不愧是当过一方县令,能把全城动员起来挡住了上万剑鲁攻击的人。 虽然只是举人出身,可确实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皇上有眼光啊。 他正在想着,忽然看到流亡室走了进来,向孙承宗抱拳一礼后说道,陛下有旨。 如今的流亡室,经过了半年左右时间的历练,已经不是以前在昌离城内的流亡室了。 他的一举一动,就算在阁老面前也已经落落大方。 不知道的人看到,压根就不可能联想到,他以前只是一名捕快的媳妇而已。 孙承宗和左硬选听了,都站了起来,已是恭敬之意。 听到后来,两人都露出了欣喜之色。 心中不约而同地想着,皇上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连这种消息都能及时探听到,剑鲁要是不灭,就真是没天理了。 孙承宗听完之后,稍微一思考,立刻就对流亡室说道, 转禀皇上,老臣已知晓,立刻派人去办此事。 第587章,什么时候都可以。 崇祯皇帝得到孙承宗的回应之后,便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了辽东。 如果光凭东江明郡去拖住剑鲁,怕是有点难。 从前富贵的情报上看,自从上次被卢相声领着八百旗军偷袭之后, 皇太极显然是吸取了教训,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大军进出的情况。 最为关键的是,皇太极还整编出了汉军八旗, 估计等他年底出征之前,蒙古八旗也会有了。 加上剑鲁又大量去掠夺野女真来充实力量。 综合起来看的话,剑鲁的战力肯定要比之前还强。 虽然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的战力不可能达到满族本身的档次, 可作为辅助部队却是绰绰有余的。 如果让他们守城,也肯定是可以的。 以东江明军的战力,在剑鲁有准备的情况下,怕是很难打腾剑鲁,让他们不敢派出主力前往规划城的。 有关这一点,从皇太极听到消息后,立刻做出反应就能看出,他是非常重视大明是否占据何套地区的事情。 要是有可能,皇太极必定会派兵出征的。 如今已是七月份了,新军训练了这么久,是骡子是马,也该拉出去亮亮相了。 崇祯皇帝想到这里,立刻下旨百驾金营,他要亲眼再去看看新军的训练,前去刺激一下那些新军。 当然了,这一次他也没有大张旗鼓,只是在方正化带人护卫下,轻装简从地到了金营,准备先悄悄视察下再说。 刚进入金营,就听到了阵阵喊杀之声。 闻声赶来的祖大寿,不无羡慕地在崇祯皇帝身边感慨道, 要是我金营能有新军这样的条件,末将也能把金营操练得生龙猛虎。 他不羡慕都不行,新军的伙食,管宝,且每隔一日都有大肥肉吃每次就餐的时候, 那肉香飘到金营这边,就忍不住会引起骚动。 金营的士族不是埋怨自己是后娘养的,就是恨自己为什么不表现得优秀一点, 那样也能和之前补充进新军的那些金营同僚一样,吃上大肉了。 崇祯皇帝听了祖大寿的话,不由得笑笑。 从祖大寿的话里,他能感觉到,新军的训练应该是有效果的, 至少要能当得上祖大寿所说的生龙活虎的赞誉。 说来也是,金营是拱卫金士安全的部队, 可也达不到条件每日进行大量训练。 唯独新军才有这个条件,可以每日都进行大量训练,身体却不会拖垮。 崇祯皇帝转头看向祖大寿说道, 等将来国家富裕了,人人都能大鱼大肉,随你怎么操练他们? 说完这话,他不由得也有点感慨道, 可如今,我们大明还是穷啊,光是新军这点人马, 朕都已经竭尽所能了。 祖大寿一听,心中暗想, 现在哪有什么军队能像新军这样操练的? 这种操练法,简直是用钱再堆的。 想到这里,他瞧了下皇帝的侧脸, 不由得心中又想到,人人都能大鱼大肉, 听听是很美,不过也就是想想而已, 反正自己是不可能看到这些的。 或者说句实在话, 历朝历代以来,似乎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吧。 拐过一处弯, 崇祯皇帝一眼便看到远处的新军专用轿场上, 一对对的军族正在操练战阵伴随着一个个指令, 将士们一边做出各种动作, 一边齐声吼着。 只是远观, 就能感觉到一股精锐之气, 扑面而来。 崇祯皇帝勒马停住, 远远地观看。 就算他一个外行人, 也能看到新军的军阵变化, 算是不错了。 至少行动一致, 动作有力, 吼声响亮。 忽然, 他又看到, 随着点将台上旗帜挥动, 一对齐军往军阵冲了过去, 那速度一下提高到很快, 直直地往军阵冲去。 可是, 军阵前面的那些将士, 似乎无视那些齐军的冲锋, 号令之下, 动作依旧整齐。 齐军当然不会真得撞上去, 毕竟这只是训练而已。 可那种齐军冲锋的气势, 却是实实在在的。 祖大寿用手指着说道, 陛下, 就算是老兵, 要做到这点, 也很不容易。 这支新军, 末将以为, 该是可以和剑鲁一战了。 听到这话, 崇祯皇帝心中欣喜, 付出那么多, 不就盼着新军能打赢剑鲁吗? 他转头看了一眼祖大寿, 兴致一下提了起来, 当即手一挥道, 走, 过去看看。 皇帝过去, 在这军营中, 还是很显眼的。 更何况崇祯皇帝干这样的事情,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新军上下都有这个思想准备。 号令未停, 军阵不敢停。 但新军的师将曹汴娇, 和他附近的人, 却立刻放下了手头的事情, 飞起赢了上来赢家。 未到进前, 便滚安落马, 快走几步, 抬手向崇祯皇帝敬礼, 同时大声道, 末将曹汴娇, 参见陛下。 奴婢冯德华, 参见陛下。 奸细的嗓音, 提示他是一名宦官。 实际上, 他的身份是师奸, 从四品。 崇祯皇帝看着他们, 一眼就能感觉出他们的惊憾, 不由得很是欣慰帝点点头道。 朕这次来, 只想问一句, 什么时候能和剑颅野战并胜之? 曹汴娇和冯德华,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立刻又转回头, 有点激动地齐声回应道, 启奏陛下, 什么时候都可以。 当他们听到辽东大捷的消息, 当他们听到草原大捷的消息, 作为皇帝亲手组建的嫡系军队, 有着让别人眼红的待遇, 他们都是憋着一股静, 就想着向别人证明, 他们也能打胜仗, 他们对得起这些待遇, 对得起黄恩。 两人说完之后, 曹汴娇甚至还追加了一句道, 末将早等着这一天的, 必不负陛下所望。 崇祯皇帝笑着点点头, 是啊, 自己可是寄了很大的希望的, 千万不能打败仗, 否则的话, 一些妖魔鬼怪, 肯定会跳出来导尸, 只有不断的胜利, 才能掩盖住大明内部的矛盾, 用最有利于大明的方式进行革新。 这一点, 其实在对手, 也就是剑鲁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就剑鲁内部那种关系, 要不是他们一直有胜利在刺激着, 早就自己窝里斗了, 那还轮到他们, 最后做天下。 第588章, 检阅 这么想着, 崇祯皇帝不由得来了精神, 立刻吩咐道, 新军全体集合, 朕要检阅军队。 遵旨。 曹遍娇和冯德华同时大声回应, 他们的脸上, 带着浓浓的自信, 后退几步之后, 才转身上马而去。 看着他们离去, 远处正在训练的军阵开始集结, 崇祯皇帝不由地笑着转头, 对金银总容祖大寿道, 祖亲也替朕好好看看, 哪些有不足的地方都提出来。 祖大寿一听, 不由的脸上露出一丝羡慕的苦笑。 这支新军, 不说待遇方面了, 光是新军中的十字率, 就没见过有那支军队能有这么高。 而且从队长以上的基层军官, 全部都是从金师初级武备堂培养过的。 虽然说时间短, 可他们懂得的战争知识, 和战场上突发情况的应变能力, 都远非其他军队可比。 还有, 这支新军中的监军之多, 也不是其他军队可比。 最为关键的是, 这些监军不是, 像其他军队中的监军, 得当大老爷一般的供着, 不捣乱, 就是谢天谢地。 这些监军, 就以祖大寿这个旁观者的角度就能看出, 他们是新军的粘合剂, 是新军士气保持高昂的保障。 这样的一支新军, 又怎么去让自己这个带领大名普通军队的人去挑错? 如果硬要说, 可以挑毛病的地方? 那就是, 这支新军, 还需要用一场大胜来证明自己。 这么想着, 祖大寿策看着崇祯皇帝的脸, 看着这位年轻的皇帝, 心中又非常惊讶。 说句实在话, 他是怎么都想不通, 皇上从哪来的经验, 竟然能调教出这样的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 皇上从去年开始, 真是犹如脱胎换骨一般, 再不是以前那位能被忽悠的稚嫩小儿了? 当初皇上所承诺过的文武病重, 或许也真能出现在皇上手中, 出现奇迹吧。 祖大寿正在响着时, 就听到马蹄声急促传来, 回过神来一看, 却是曹辩椒等新军将领都过来了, 显然是来请皇帝检阅了, 于是, 他收敛心神, 注意陪着皇帝了。 果然没有料错, 曹辩椒到了境前, 就大声禀告说, 新军集合完毕, 请皇上检阅。 崇祯皇帝当即点点头, 双腿一加马腹, 驱动战马, 缓步往前去。 祖大寿立刻跟上, 在他的身后, 则是曹辩椒和冯德华他们。 新军将士集结在轿场上, 一个个站得笔直, 昂首挺胸, 气宇宣扬。 这让崇祯皇帝看到的第一印象, 就想起了后世的一句话, 熊啾啾, 气昂昂。 向陛下致敬, 看到皇帝骑马走近, 究竟的新军将士在他们头领的大喊声中, 腾出一只手, 举手敬礼, 动作整齐如衣, 丝毫不拖泥带水。 这些新军将士, 训练时也是穿着铁甲, 手持兵器, 就那么站在那里, 属于军人特有的鹦鹉之气, 让看的人感觉心中豪气顿生, 热血上涌。 崇祯皇帝心中很是满意, 不自觉地伸手回了一个礼。 一个方阵, 接着一个方阵地走过去, 很快就到了齐军方阵这边。 齐族们都离在码头前, 一手持着缰绳, 控制着战马一动不动地和他们一起站着, 只是有战马会不时打个响鼻。 崇祯皇帝能看出来, 这些齐族很熟悉马性, 和战马之间很默契, 很不错。 等他走到重骑兵这边时, 稍微站了一会, 看着这里的齐族明显身高必长, 恐无有力, 战马也都是挑选出来的高头骏马, 这将是破阵敌人的先锋, 大明军队最尖锐的矛头。 等走过重甲齐军方阵后, 是新军的炮营。 看着架在炮车上的佛朗机炮, 崇祯皇帝特意勒马停了一会。 这些大炮, 多是佛朗机炮, 分一个母炮, 和若干个子炮。 上了战场之后, 子炮事先装填完成, 临战之时能达到最快速度开炮的目的。 佛朗机炮的型号有多种, 适合不同距离开炮。 以前的佛朗机炮, 存在密封问题, 开炮的时候, 气密性差, 不但容易伤了炮手, 火炮也打不远。 不过在崇祯皇帝的关注之下, 这些火炮再无这个问题, 殡杖局中出品的火炮, 全都严格按照规范制造。 崇祯皇帝扫过这些火炮, 能看出来, 这些还是铁魔铸炮的产品, 大部分都是白口炮。 他一直那些火炮问道, 这些火炮多久换一批。 回陛下, 两轮火炮射击之后, 就得换了。 曹变焦立刻驱马上前两步, 大声禀告道, 而且, 火炮的质量限制了将士们的开炮速度。 经过多次的训练, 火炮营的将士们, 已经能很熟练地进行装填。 而佛朗机子母炮的构造, 使得装填速度, 又远比其他炮种要快, 因此如今开炮速度的瓶颈, 反而在了火炮质量上, 发射过快, 可能会导致炮筒炸裂。 这个时候, 铁魔铸炮的劣势, 就体现出来了。 崇祯皇帝点点头说道, 兵杖局那边已经在处理了, 回头会有灰口火炮给你们的。 曹变焦一听大喜, 心中不由得万分期待战场上开炮的那一刻。 按照经师触及五倍堂的教导内容, 这火炮集中开火, 能覆盖镇前很大一块地方。 只要在炮火覆盖之下, 就算是石弹, 伤亡也会可观。 等到了镜前之后, 再用开花弹的话, 几乎不会还有敌人能再站着。 崇祯皇帝简阅了一圈之后, 终于登上了点将台。 他直接走到点将台前, 扫视着底下的新军将士们, 脸色严肃, 忽然大声说道, 东将军打了一个大胜仗, 秦境边军也打了一个大胜仗, 震恨欣慰。 说着这话的时候, 崇祯皇帝注意到, 底下不少新军将士都露出一丝不服气, 有种跃跃欲试的张口预言状。 于是, 他提高了声音, 大声问道, 你们是朕亲手组建, 是朕寄予厚望之君。 朕把大明最强的敌人留给了你们。 朕问你们, 你们会让朕失望吗? 对于崇祯皇帝的问话, 新军将士们早已习惯。 他们立刻齐声大呼道, 不会。 声音响亮, 康腔有力, 回荡在轿场上空。 好。 崇祯皇帝点点头道, 很快, 朕很快会给你们一个证明的机会, 用你们最好的表现, 给朕看, 也给大明所有人看, 给大明的敌人看看。 第589章, 第二次联席会议。 一个多时辰后, 崇祯皇帝回到紫禁城, 认真思考了起来。 原本的计划, 崇祯三年下半年的朝政重点, 乃是开海境, 也就是开源, 为大明的忠心, 注入足够的活力。 可如今看来, 剑鲁对于核套那边的反应, 显然是非常重视。 从前富贵反馈的情报看, 应该是会竭尽所能, 破坏大明占据核套。 但崇祯皇帝明白, 为了稳定情境局势, 不让灾民流离失所, 不让大明百姓恶嫖遍野, 不让流贼的历史重演。 这核套就绝对不能逝去。 而且一如剑鲁所担心的, 以后大明的战马, 也将不再发愁, 对于大明的战力, 绝对有很大的提高。 想到这里, 崇祯皇帝便有了取舍, 也下定了决心, 立刻下旨, 斯里剑, 内阁, 六部尚书, 并东场提督王承恩, 锦衣卫指挥使流星座, 齐聚文华殿。 聊天群中, 又拉了一个临时群, 把刘王氏, 魏木兰, 李过, 吕瑞鹏, 分别拉进了群里, 让他们通知孙承宗, 卢相声, 洪承筹和薛国关, 放下手头事情, 准备开会。 当然了, 王承恩和流星座, 也在临时群里, 负责沟通群里群外。 一看这个架势, 已经有过一次经验的流星座等人便知道, 皇上这是又要有大事商议了。 像这种架势的, 是在剑鲁出征朝鲜时有过一次, 那次开会之后, 定下了关宁军阳功, 东将军突袭辽东的战略, 并取得了大捡。 不过温体人确实有点误会了, 他看到这架势, 不由得有点纳闷。 按理来说, 就算开海境的事情再大, 应该也不至于这么高规格吧。 崇祯皇帝看到所有人就位之后, 便严肃地说道, 朕收到来自辽东的消息, 奴求皇太极登基为帝之后, 获悉我大明占据了核桃。 他把钱富贵禀告的情报, 做了详细的说明。 而后宣布道, 朕一一决, 绝不能让剑鲁破坏核桃的大好局面。 接下来朝廷的重心, 将是如何对付剑鲁, 势必把剑鲁拖在辽东, 让其不得动弹。 一听这话, 温体人首先就有点急了, 连忙走道, 陛下, 开海境一事, 已是剑在弦上了。 这要是改为全力对付剑鲁, 那这开海境之事怎么办? 这些天来, 内阁一直在忙开海境的事情, 付出了很多心血的。 圣旨也已就绪, 就等着公告天下了。 崇祯皇帝一听, 便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 而后不容置疑地说道, 海境还是要开, 圣旨下发后, 让和乔元总督先行筹办。 朝廷的所有人力物力, 必须用在对付剑鲁的事情上。 要是换成别的皇帝, 说不定不会有这么大的魄力, 也不会这么重视核桃。 可对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来说, 他大概知道, 今后的历史变化, 要是不解决连续出现的灾荒, 就算现在已经收复了李自成, 张献忠, 可还是会跑出张自成, 李献忠的内乱一起, 大明百姓遭殃, 耗掉的都是大明的国力。 或者别人会觉得无所谓, 无非就是多死一些百姓而已。 只要狠一点的, 一造反就杀掉, 不要有富人之人, 说不定也能解决问题。 可崇祯皇帝做不到, 自己身为大明最高统治者, 就必须给底下的百姓负责, 这或许就是后世思想的影响了。 崇祯皇帝说完之后, 看着脸上带着疲倦之色的首府, 知道他这些时间劳心劳力, 也确实付出了很多心血, 就对温体人说道, 温卿也不必担忧, 开海境的事情, 游和总督总办, 孙巡甫操办, 应该是可以的。 正回头再派些天际密探过去, 有什么动静的话, 京师这边也能立刻知晓。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温体人也就不再纠结, 公身回应道, 皇上英明。 看着首府和皇上一问一答, 心中苦逼的, 其实还有户部尚书毕自言。 他这个大明管家, 从内心上自然是喜欢开海境的, 毕竟那是来钱的举措, 而对付贱鲁的事情, 却是花钱如流水的, 朝廷好不容易能缓口气, 自己这个户部尚书, 接下来又要发愁了。 崇祯皇帝却没管下面臣子的想法, 讲述自己的思路道, 朕想过, 要把贱鲁定在辽东, 就要让贱鲁感受到, 大明对其有严重的威胁, 而且这个威胁要始终存在, 一直到我们大明有能力解决贱鲁为止。 朱青以为如何? 要说现在大明就能灭了贱鲁, 这是不现实的, 至少在场的大明高级官员都有这个认识。 可要让大明始终对贱鲁产生严重的威胁, 这似乎也还是有难度。 王承恩忽然开口说道, 登来巡抚卢中成说, 他可领票计营纵横辽东, 牵制贱鲁的军力。 刘星座也跟着开口说道, 孙格老说, 可以让关宁军一如上次, 做出攻击姿态, 吸引剑鲁主力。 兵部尚书申用茂听了, 皱着眉头响了下后奏道, 陛下, 臣以为光凭东江和关明两军, 或者可拖住一部分剑鲁, 但剑鲁还有其蒙古诸部的盟友, 他们无需太多人马, 如果远征规划成的话, 一样会对核套地区产生严重的影响。 这时候的大明上下, 其实已经有一种共识, 就是野战的情况下, 大明军队, 恐怕不会是剑鲁的对手。 听到他的发言, 众人都是点点头。 刚才皇上也已经说了, 剑鲁还新编出了汉军八旗, 还将有蒙古八旗, 还去掠野女真。 这剑鲁的军力, 至少从数量上, 将比以上更多。 光是靠关宁和东江明军, 实在是不可能拖住他们的全部兵力。 崇祯皇帝倒是听得微微一笑道, 我手里还有一支新军, 正刚去检阅过, 能确信新军的战力, 可以和剑鲁一战, 只是人数太少, 还不能正面对阵数倍的剑鲁。 一听这话,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他们平时并不太关注新军, 毕竟只有五千多人而已。 皇帝年轻, 他要折腾, 就折腾去了。 没想这一折腾, 竟然说, 能和剑鲁一战了。 崇祯皇帝, 却不管他们的吃惊, 而是问出了他想要解决的问题道, 朕想要知道, 如果新军打下辽东的一个城池, 定在辽东腹地的话, 是否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第五百九十章 难道乾坤独断? 一听这话, 兵部尚书申用帽, 立刻反对道, 陛下, 万万不可。 为何? 崇祯皇帝一听, 眉头不由的一咒问道, 你是怀疑新军的战力, 打不下剑鲁的城池? 申用帽此时, 不管皇帝是否不悦, 攻身奏对道。 陛下, 臣的意思, 如果要攻打辽东腹地的城池, 恐怕大军还在路上, 剑鲁便以真知消息, 就派遣大军过来拦截了。 崇祯皇帝一听, 倒没有继续独断专行, 而是思考了起来。 这时, 王承恩也开口说道, 如中成以为, 他上次能前行进辽东腹地, 偷取辽阳, 主要原因还是, 剑鲁起大军入侵朝鲜, 而关宁军阳攻, 又吸引了辽东剩余的剑鲁, 才有这个机会, 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前行千里, 而剑鲁不知觉。 这话的意思, 其实也是表明了态度, 是支持申用帽的说法了。 他的话刚说完, 刘星座就接着开口说道, 孙哥老以为, 如今剑鲁大军尽在辽东, 就算关宁军在阳洞, 怕也无法吸引所有剑鲁。 更何况, 剑鲁已有一次教训, 断然不会再吃同样的亏。 崇祯皇帝听完这些, 不得不承认, 他们说的确实有道理。 要是新军在路上被剑鲁截住, 他虽有自信, 新军能打赢剑鲁。 可那是在剑鲁的家里打仗, 就算打赢一对剑鲁, 后续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剑鲁杀过来。 最终的结果, 恐怕新军就会好似在辽东, 一如当初白杆军和七家军的联合, 就是被剑鲁给包围, 最后战死浑河的。 想到这里, 他当即点点头, 立刻承认到, 诸位爱卿言之有理, 朕确实有点纸上谈兵了。 他这话一开口, 像不是很熟悉他的代理理部尚书孙元化, 就很是诧异了。 他没想到, 皇上竟然这么胸怀宽广, 被臣子所说之后, 也并不会恼羞成怒, 有一事一, 有二事二。 以前的皇上, 可不会这么干脆承认自己错了呢。 他不知道, 对于纯粹的古代帝王, 自然是他所想的那种。 可如今的崇祯皇帝, 却是后世的观念, 自然就不同了。 正在这时, 刘星座又开口说道, 孙格老以为, 或许可夺取陵海之城, 如此可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在剑鲁援军抵达之前攻下, 比如说, 盖周卫。 听到这话, 崇祯皇帝脑海中, 立刻想起盖周卫的地理位置, 不过在场的大臣未必能知道。 因此, 他一挥手, 便让内侍传来辽东的大幅地图, 挂在屏风上, 让底下诸位大臣都能知道, 盖周卫在哪里。 一看之下, 温体人等一众大臣, 进阶点头。 这个盖周卫, 领海, 确实能做到出其不意的攻击。 陛下, 臣以为盖周可演, 身用帽向崇祯皇帝攻身奏道, 如若剑弩重兵来攻, 我军也可从海上撤走。 众人一听, 都是连连点头, 甚至有人小声点评道, 此次进退自如, 却是首选之地也。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王承恩却又开口说道, 如中诚说, 辽东苦寒, 如今之冬季, 海面必定结冰, 如何能退走? 一听这话, 刚才文华殿内还轻松的气氛顿时就没了。 是啊, 这年头的冬天, 是一年比一年冷。 东北的海面, 估计很早就会结冰的。 而剑炉肯定不会放任盖周被明军占领, 毕竟, 这里离海州不远, 而海州的后面不远, 就是辽阳重镇了。 可要不是选盖周, 那还有其他地方吗? 辽东沿海到了冬季, 可是全部都会结冰的。 一时之间, 文华殿内顿时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有点无奈, 好像没有好的选择。 就连王承恩和刘星座也沉默了, 显然孙承宗和卢相声也没有好的对策。 冬界, 实在是太不利了。 不过, 别人不说话, 崇祯皇帝却开口说道, 以正对新军的估计, 只要物资充足, 在盖州坚守一个冬天, 是没问题的。 一听这话,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脸上都是不相信的表情。 开玩笑, 就那么一点人马, 在外吴援军的情况下, 在剑鲁的攻势下, 要守住一个冬天, 这可能吗? 看到他们这个表情, 崇祯皇帝不由地一笑道, 朕有这个把握, 新军不会让朕失望的。 陛下, 新军真有这么强? 兵部尚书身用帽, 不由地带着怀疑确认道。 这一次, 崇祯皇帝还没回答, 户部尚书碧子言带着一丝不甘心的语气先回道, 新军消耗的物资都快赶上金银了。 一听这话, 文华殿内众人顿时又是一惊。 要知道, 新军可只有五千多人而已, 而金银, 则是有将近五万人马的。 两者的物资消耗差不多。 那这新军, 完全是用钱, 再堆的啊。 崇祯皇帝点点头, 好像是确认了户部尚书的话, 又似乎是在回答兵部尚书的疑问。 他而后提高了声音, 自信地道, 新军将士, 原本就是甄选拔之边军的金锐, 如今又用七大帅兵法炼之, 骑师将曹变交向镇保证, 绝不负阵望。 听到崇祯皇帝再次这么肯定的说话, 文华殿内的大臣们互相看看, 脸上都是惊讶。 他们没想到, 皇帝竟然真能折腾出一支强军。 一直以来, 都有过练兵, 练强兵。 可在崇祯初年, 徐光启就曾奉旨练兵过, 最后不了了之。 在原本的历史上, 孙元化也练兵过, 最终却练出了一支叛军所谓练兵, 不是练了, 就一定是强军的。 众人这么想着时, 就听刘星座说道, 孙格老说, 训练和作战, 完全是两回事。 陛下之兴君能否坚守一个冬天, 阁老保留意见? 一听这话, 有几个臣子不约而同的点头, 心中想着, 还是孙格老的资格老, 带兵经验又足, 才有这个威信能说出这些话来。 崇祯皇帝一听,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自己是相信兴君, 可这些大臣似乎并不相信, 难道要自己乾坤独断? 正在这时, 户部尚书碧自言又开口奏道, 陛下, 新君远征辽东, 要夺取盖州并坚守一个冬天的话, 陈怕朝廷也拿不出那么多物资。 说到这里, 他看皇帝看向他, 就马上又补充道, 主要是粮草, 如今大明各地皆需粮食, 实在是僧多粥少。 第591章, 互利共赢, 一听这话, 底下臣子之间又低声议论了起来。 大战一起, 粮食消耗剧增, 确实是个问题啊。 可不是, 核桃那边也是缺粮, 正头疼着呢。 还有上次撤回我大明的辽东汉明, 那么多张嘴, 也是要粮食的, 这部分, 又是在计划外的。 在这些讨论的人中, 唯独私里见的太监, 都静悄悄的, 没有人说话。 只是那些丙比太监会偷偷瞧下掌印太监曹化纯, 观察一下脸色。 崇祯皇帝听着底下的议论声, 也明白这确实是个难题。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不由地问道, 南阳各国, 可有回信的。 听到这话, 温体人知道, 皇上是问, 要求南阳各国朝贡粮食的问题。 作为首府, 他出列奏道, 陛下, 未见有回信。 说完之后, 看到崇祯皇帝似乎有发怒的迹象, 便赶紧补充道, 陛下, 南阳路途遥远, 或许我大名使者尚未达到, 也未可知。 不一定是南阳诸国不想朝贡。 崇祯皇帝一听, 眉头微皱了一下, 他不否认, 是可能存在这个情况。 但具体如何到底如何, 也难说啊。 正在这时, 王承恩开口说道, 卢中诚说, 郑之龙参将在他身边, 说南阳海盗众多, 又有西夷活动。 我大名使者, 未必能安全到达各南阳国。 而且, 就算南阳各国想朝贡, 恐怕也会遇到劫掠。 一听这话, 崇祯皇帝立刻想了起来, 郑之龙之前说过, 安南半岛的最南端, 离朝叛将就是勾结了佛狼鸡人。 算算时间, 在这个时候, 欧洲各国也已经开始殖民南阳了。 真是可惜, 如今大名国内还未屡顺, 只能看着那些欧洲殖民者在抢占地盘。 这么想着, 崇祯皇帝的思维又跳跃了起来。 这些欧洲殖民者万里而来,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来求财的。 既然这样, 大名又要开海境, 岂不是可以互利共赢? 这么一想, 崇祯皇帝再稍微一想, 顿时感觉有戏, 就马上进入聊天群, 私聊孙传亭道, 开海境的圣旨即将攻势天下。 孙卿的一个重要职责, 是让海外诸国运粮士来大名这其中, 倾可联系荷兰, 就是红仪, 还有佛狼鸡人, 让他们运粮来大名, 换取他们想要的丝绸, 茶叶, 陶瓷等物。 说到这里, 他怕孙传亭不够明白, 就又着重强调道, 大名急需粮食, 需要海量的粮食, 明白吗? 孙传亭是及时窒息群主的私聊的, 因此, 第一时间回复道, 微臣明白, 微臣立刻操办此事。 不过崇祯皇帝还是心急粮食, 索性就直接下指道, 这样, 红仪那边, 郑家的人熟悉, 你让郑家的人去联系, 让他们派人去福建谈。 另外, 佛狼鸡人在澳门待着, 请亲自去一趟, 要是他们不答应, 或者想讨价还价, 企图从大明身上吃肉的话, 就统领当地官府, 把他们赶下海, 并禁止他们再到大明。 孙传亭一听, 有点意外, 他没想到, 皇上竟然让他亲自出马, 前往广东澳门督办此事。 正这么想着, 就听到崇祯皇帝又叮嘱他道, 这些西医中应该都有传教士。 郑之前的要求, 那些传教士并未答应, 就已被郑驱逐出去。 他们的影响在西医中很大, 不过再大, 也打不过财富的吸引力。 这一点, 亲要把握好尺寸。 另外, 郑可以告诉亲, 大明之特产, 如果运到西医的国度, 那是暴力, 对于西医, 只要量大, 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 这个时候的欧洲, 政教应该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只要有足够的利益, 让他们反目成仇都不是问题。 更何况那些殖民者, 多是贪财的亡命之徒。 对于皇帝的亲自吩咐, 孙传廷不敢怠慢, 立刻答应一声, 便开始安排这个事情了。 而这时, 在文华殿内, 因为崇祯皇帝似乎在发愣, 一时之间, 议论了一阵的大臣们, 已经渐渐地达成了一致意见。 觉得要让贱鲁在冬季不出兵, 似乎有点难。 这不, 刘星座就开口说道, 洪总督说, 他尽量多派蒙古族的夜部收, 巡视东部草原, 尽量防止贱鲁探听到规划城的虚实。 这话的意思, 其实不外乎洪城仇也明白, 朝廷这边没法能拖住贱鲁, 因此, 只能寄希望隔绝贱鲁的探马了。 但草原无边无际, 又怎么可能做到, 真正隔绝贱鲁探马? 更何况, 黄太极的决心很大。 那些探马, 肯定是千方百计的去查探了。 众人听了, 有的沉默, 有的微微点头, 也只有如此了。 温体人更是考虑了一下后, 便想奏对, 要求减少情境灾民, 向河套地区的移民。 但就在这时, 就见崇祯皇帝忽然开口说道, 朕知道, 粮食是我大明最紧缺的物资, 但辽东之战必须要打, 剑鲁的主力必须拖在辽东。 这样好了。 听他这么说, 文华殿内的大臣们纷纷注目, 特别是闭字炎, 更是一脸的苦恼, 皇上铁了心要打, 自己这个户部尚书就要绸掉头发了。 剑鲁也没有粮食, 如果他们要远征核套的话, 也是需要大量军需物资, 特别是粮食。 为此, 奴求还下旨, 让朝鲜那边, 尽量凑集粮草送过去。 崇祯皇帝说到这里, 微微一笑, 忽然语气坚决地说道, 要是我们把这些粮食结下来, 不但会缓解辽东军粮的供应, 还能加剧剑鲁的粮食危机, 朱青以为如何? 底下众臣没想到, 皇帝是说这个, 他们一听之下, 都不由地点头。 要真能结下这些粮食, 那好处肯定是显而易见了。 王承恩马上开口说道, 卢中诚说, 他定当尽力而为, 立刻启程, 领票计营前往东江。 听到这话, 兵部尚书身用帽, 不由地疑惑道, 剑鲁不是在朝鲜留了人马, 就是用来防备东将军的吗? 而且, 卢中诚以前还结过他们的粮食, 如今再去, 剑鲁会没防备, 能打败剑鲁截住粮食。 很明显, 剑鲁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一而再, 再而三地犯同一个错? 再者说了, 这些粮食对剑鲁非常重要, 他们肯定是要防备东江明军的。 第592章, 国战。 底下臣子们也都明白这点, 不由得微微摇头居多, 不看好卢相声能再建齐功。 崇祯皇帝却是一笑道, 剑鲁在前几次的时候, 最大的失败原因, 乃是不了解我军的实力。 因此, 他们的护粮队, 被卢中诚连续截了两次去到辽东之后, 又是因为不了解票棋营的实力, 因此又有交兵出战, 结果被卢中诚拿下了安山一宝。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剑底下所有臣子都注视着自己, 才又继续说道, 因此, 这一次, 还是要剑鲁低估我军的实力。 他说完之后, 文华殿内安静了一会, 身用帽才戴着疑惑之色, 打破这份安静道。 陛下是说, 是说, 让新军去结粮。 从皇上所说前后的话联系起来, 他第一个想到了这种可能性。 对。 崇祯皇帝一声赞许, 点头说道, 朕就是这个打算, 明面上卢中诚出面, 新军则埋伏之, 不怕赢不了朝鲜的剑鲁, 截获不了剑鲁的粮食。 众人一听, 先是惊讶, 而后都露出赞同之色, 纷纷点头。 王承恩也事事开口道, 如中诚说, 此季甚好, 只要新军实力够强, 说不定能全歼朝鲜剑鲁, 得到登来巡抚的肯定, 众人的信心不由的大增。 也就是说, 能取得多大的胜利, 关键就在新军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上面了。 不过就在大家都高兴的时候, 户部尚书碧自言却问道, 陛下, 新军五千多人, 加上后勤等, 这需要多少船队来运? 据臣所知, 登来水师可没有如此之多的战船啊。 一听这话, 顿时文华殿为之一境, 真是高兴得太早了, 人过不去, 一切都是水中月境中花啊。 不过崇祯皇帝却早已想过, 立刻就说到, 福建水师郑运良过来了他们的船只, 比登来水师还多。 而且皮岛那边, 之前有获得一些朝鲜战船, 一样可以用。 朕在让关宁那边的船只, 也调集过来, 这样就有不少船了。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看着底下的臣子又补充道, 另外, 新军也没有必要连带后勤, 全部都去朝鲜参与战事。 只让适合伏击的部队过去就成, 新军其余部分, 则从陆路开拔前往宁远, 在那里等待即可。 陛下圣明, 私里见掌印太监曹化淳, 尖声奏道。 温体人一听, 看了他一眼, 一直不说话, 这一说话就附和皇帝, 还真不愧是大明内乡啊。 这么想着, 他也立刻奏道, 陛下此法, 一举解决了刚才的困难, 臣觉得, 妙也。 其他臣子一听, 也都纷纷表态, 附和崇祯皇帝的意见。 只有户部尚书皱着眉头, 有点不解地问道, 陛下, 新军其余部分去宁远干什么? 难道, 难道陛下, 还想让新军攻打盖州? 为什么不? 崇祯皇帝一听, 反问了一句, 而后说道, 朕说过, 绝不能让剑鲁奋兵前去攻打河套。 说了一句后, 他便给底下臣子分析道, 如果能歼灭朝鲜的剑鲁, 那定然会震动朝鲜逆贼, 必定会向剑鲁求援。 而剑鲁刚建国, 一要声望, 二来也不会放弃朝鲜, 肯定会再次派兵。 而且,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被我大明歼灭的情况, 必然会多派军队过来, 如此, 就分薄了辽东的兵力。 第三, 新军在盖州又展现了实力, 剑鲁必定不敢小觑, 肯定要派重兵围困, 如能歼灭, 就最合他们的意。 据镇估计, 他们如果要做这些事情, 必然还会要求蒙古部族也出兵方可。 如此一来, 又哪有军力在往河套了? 只是少数一点兵力的话, 镇相信红总督能击退来犯之敌。 说完这些话后, 崇祯皇帝停了停, 扫视底下臣子, 看到他们有的在沉思, 有的在点头, 就又说道, 还有最后一点, 也是老调重谈了。 剑鲁出动大军, 同样要消耗粮食, 他们有这么多粮食吗? 就算有, 消耗这么大, 到了来年, 剑鲁又该怎么过? 小冰河时期可不会有大明和剑鲁之分的, 大明遭灾, 辽东同样遭灾, 而且天气更冷, 消耗了他们的粮食, 又钉住了剑鲁, 无法再来大明打劫, 如今又没有了竞商的资敌, 光是玩这些经济手段, 就能玩得剑鲁国力大将。 听到皇帝如此具体地分析出来, 还有谁能反对? 温体人也算是知道了皇上之前所说的意思了, 看来福建水师是暂时回不去了, 那边的海绵控制权, 也等于是暂时放弃, 多少会影响开海境的事情。 碧子言则是暗暗叫苦, 心中又开始盘算起来, 除去朝鲜可能缴获的粮食之外, 还要怎么筹备, 才能满足皇上的要求。 他这正在想着, 却听崇祯皇帝再点他的名说道, 毕竟, 新军的粮草物资必须先行佩齐, 还有东庄, 也要在出发前下发。 说得严重点, 这是关乎大明国运的一战, 打好了, 核套会平稳一些, 好处多多, 剑鲁会被我大明拖进无底深渊, 对于来日光复辽东将有很大的帮助。 毕竟可明白, 新军的一切都是皇帝亲自过问, 还有新军中的各级监军直接可以向皇帝密奏。 因此, 新军物资在京师直接发放, 不存在飘梅一说, 也不允许出现短京缺量。 如此一来, 这个新军物资可是实打实的, 让毕自言都顾不得马上答应下来, 心中盘算着一切。 崇祯皇帝明白, 打仗, 其实打的是后勤。 这点对于热兵器作战如此, 对于冷兵器作战, 同样也差不多。 毕自言是大明管家, 他没有马上答复, 而是在盘算着, 这是尽责, 因此, 他也没打算催他, 就等他盘算之后的答案了。 焦点到了户部尚书这里, 文华殿内其他人也都注视着他, 都等着他的答复。 过了好一会之后, 毕自言抬起头来, 掰着手指向崇祯皇帝奏道, 粮食这块, 周阁老都办的江南地区, 粮食已经起运, 安南过来的粮食, 已经到了东江, 只要朝鲜那边截获的粮食, 能供应新军一个半月左右, 应该能差不多了, 还有火药, 军器局那边, 兵杖局那边。 说到最后, 就见他有点发愁地说道, 新军的东庄, 陈毅时想不出好办法, 也没足够的银钱去采购, 除非陛下下旨, 从大明建设银行, 挪用些银子出来。 第593章, 还很幼稚。 崇祯皇帝一听, 心中一叹, 这些古人缺钱用的时候, 终归是会把主意打到银行系统上了。 如今的银行系统还很脆弱, 要是利用权力去挪用资金, 一来二去, 银行的信用体系, 很快就会没了, 一如当年宝钞的下场。 他这么想着, 其他臣子却是在点头, 他们自然有关注, 大明建设银行成立差不多已有半年, 已经有不少百姓开始往里面存钱了, 特别是一些行走大江南北的商人, 更是大笔资金存入, 方便去另外一地取出来用。 毛姑姑, 眼下的大明建设银行中, 应该有不少钱了。 就给新军做东庄的钱, 应该是九牛一毛吧? 陛下, 如此一来, 新军的东庄就解决了。 申用帽有点欣喜地说道, 此次战事当无物业, 要是在他担任兵部尚书期间解决了辽东问题, 那他必将名垂青史, 自然就非常在意这事了。 至少在崇祯皇帝分析之后, 他觉得迎面很高, 其他人也都比较轻松, 不少人还在点头。 可谁知, 崇祯皇帝却脸色严肃, 断然否决道, 不行, 大明建设银行的钱, 除了定下的规则进出银两之外, 谁也不能用权力去挪用。 说出这话后, 他感觉大明官员对金融的认知, 还是非常浅薄, 有点担心, 大明建设银行的分行, 会被当地官员用权力去搞破坏, 就立刻严肃地吩咐温体人道, 温清, 你只, 把镇的这个意思通传天下, 严禁各地官员伸手到银行, 镇绝不允许有人破坏出生的金融体系。 说到这里, 他又转头对玉前站着的王承恩和刘星座说道, 厂位在各地也要加强对银行的监督, 如有人敢破坏银行规则, 一律先抓起来再说, 奴婢遵旨。 王承恩才不管别人, 立刻就回应道, 刘星座比他慢了一步, 不过也没有多少犹豫, 只是有点想不明白而已, 末将遵旨。 看到皇上竟然如此慎重, 一时之间, 让底下的大名高级官员不由地面面相觑。 在他们的意识中, 不觉得挪用一次就会有什么问题。 在这世上, 皇上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了? 崇祯皇帝能看出他们眼中的不解之色, 便给他们解释道, 如果这次镇下旨挪用了银行银两, 对于那些存银两道银行的百姓来说, 他们会不会担心? 陛下, 等朝廷有钱了, 再还回去, 不就可以了吗? 婢子延身为大名财务总管, 涉及分内之事, 总要问个清楚, 再说了, 新军东庄涉及对鲁战士, 往大一点说, 可是陛下所说的国战了。 不少臣子听到, 都在微微点头。 就算没有点头的, 那脸上的表情, 也是赞同之色。 应该来说, 绝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崇祯皇帝当即摇摇头, 盯着婢子延问道, 那正问你, 朝廷何时有钱, 何时能还回去? 会不会出现, 以后朝廷有钱时, 又有其他地方要用钱? 想着银行反正是个钱库, 不差这点钱, 就先不还了? 碧子延一听, 哑口无言, 对于皇上的这几个问题, 他感觉没法回答, 因为答案很明显。 崇祯皇帝却还在继续问道, 还有, 这次是新军东庄, 涉及国战, 那下次呢, 会不会有其他理由, 也很正当, 也很重大, 就又可以去挪用银行银两了。 碧子延继续无话可说, 因为这问题, 他也不用答, 要这一次可以, 那下一次缺钱用的时候, 肯定也会想到, 用这个办法的。 听着皇帝连续问出的这些问题, 温体人等人, 终于意识到了不妥。 皇上都不用再往下说了, 他们自然能推断出, 要是经常这么干, 还不还钱, 那又会有谁放心, 把银两继续存在银行了? 如此一来, 一段时间后, 银行就不会再有钱了。 崇祯皇帝扫视着底下臣子的脸色, 看到他们有所领悟之后, 语众心长地说道, 银行的金融体系, 将是我大明经济增长的动力, 如今才刚开始发芽, 务必要让它茁壮成长才行。 等到有一天, 银行足够壮大之后, 我大明就能用银行来盘活整个经济, 让大明百姓都富裕起来, 人人有饭吃, 个个有一串。 因此, 朕绝不允许, 有人破坏银行的规则体系。 听到这话, 文华殿内安静了好长一会后, 又是司里坚掌印太监曹化纯, 先开口奏道, 陛下圣明。 奴婢今日方才茅塞顿开, 对我大明银行体系, 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很显然, 这一次, 因为崇祯皇帝的讲话, 对于他们来说, 实在是新颖, 让他也思考了一会, 才没有在崇祯皇帝说完的第一时刻就附和。 他这一开口, 其他臣子虽然有的人, 还是没有意识到, 银行系统在大明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可还是觉得, 皇上说的有道理, 一起心悦诚服地奏道, 臣等谨遵圣义。 这么一来, 户部尚书闭字眼, 就又犯愁了。 既然不能从银行挪用银两, 那新军东庄的钱从哪来? 这可是关系到辽东战事, 可不能像其他军队那样, 可以暂时先拖着的。 其他人也意识到会议的主题, 又回到了这世上, 一时之间, 文华殿内重新安静了下来。 崇祯皇帝也是发愁, 不过他压根没再去动银行钱的念头, 也没有去想着, 让中央银行多印一笔钱出来。 这个时候, 银行体系才建立半年左右的时间而已, 还在积累信誉中, 还必须按照银本位的做法, 严格执行才行, 否则很有可能重蹈大名宝钞的旧路。 他想了一会没想出来, 就从后世的经验上去想。 想着想着, 忽然, 他眼前一亮, 顿时想到了一个办法。 立刻, 他进入了聊天群去问情况。 过了好一会后, 他才退出了聊天群, 面带笑容, 对底下的臣子说道, 好了, 新军东庄的事情, 朕已经解决了。 底下这些臣子一听, 都是惊讶, 抬头看着崇祯皇帝, 一时有点不解, 怎么说解决就解决了? 这钱从哪里来? 崇祯皇帝看出他们的困惑, 当即笑了笑, 才给他们解释了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